李福全 65歲 家住長春 黎毅 第二治所廠退休 退休金3100元 住房面積51平米 自己包完了 這包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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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包自己包的 嗯 那我包的腳了咋樣 好包看 一圓包腳 嗯 還不算太棒 嗯 小腳 嗯 這都能幹 家伙伙啊 那都沒問題 那都不在放下 廚房伙啊 家伙伙啊 都行 一留啊 一把手 窮人的海上少當娘 啊 哈哈哈哈 啤蘭小麥 十美渣 是啊 那紅燈季嘛 是啊 李和唱的 啊 紅燈季 嗯 紅燈季也會唱啊 會啊 來一段啊 啊 來一段啊 來一段啊 啊 啤蘭小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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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啊 啊 啊 这曲红灯气 不知会勾起多少人的回忆 平时除了爱唱歌 李大哥偶尔也会去旅旅游 可李大哥说了 虽然他这日子过得还算舒坦 但过日子终究还是两个人的事 我到他们单位去接的时候 我发现了 他跟一个男的也是他们单位的行李坊的一个男同志 有就是比较不太正常的亲密来吧 本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但事事难如愿 离婚后女儿由李大哥抚养长大 如今女儿也成家立业了 李大哥也得自己找个伴了 那你太闷了 这玩意别跟你说话 他在一起的时候说一句问一句就跟老师提问似的 因为没劲呢 对不对 我这人吧还不是说很挑剔 有些东西吧过得去就可以 但是你别太想让人感觉到这心里头特别不舒服 这就不行 就比如说那你说你过于倾向你自己孩子的 你忽略了这个家庭 那你说毕竟是我跟你生活在一起 你把我都忽略了 那你说我还往哪摆 你得主次分明啊 是不是啊 他有个主有个次 你跟对方就是在一起之后 你会做到主次分明啊 我肯定会 我肯定会一定是要没做起 我这大半生都已经抱起来 剩下就是余生 你的余生是在跟这个人都不是跟你一分 李大哥就想找个性格开朗的 在儿女和另一半之间能够兼顾的人 共度余生 红娘也想到了家住长春的何大姐 何桂荣60岁 家住长春 李懿做过社区工作 住房面积51平米 没啥太大要求 他一个有点退休金能维持生活就行 要求不高 那你也所 他有住址啥的 就有就行 那你所说维持生活 那给予多少 有个三千几千就行 要求不高 了解了何大姐的择偶标准 红娘决定带何大姐去李大哥家看看 安排两个人彼此认识认识 这是我何大姐 这一个是何李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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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何大姐刚一进屋 李大哥就带她参观起自己的小家了 这就是原来的阳台 让我坐一下 改成厨房了 那什么 没用的东西就冷得冷 你把那种鞋子我家话说 是不是 我没啥没用的东西 没用的东西该冷我都冷 站地上呢 是 没用的东西该冷我都冷了 我弄小我 没用的我不留 这乙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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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圈是啥 806 806 806 挺心智口坏 因为啥呢 因为啥觉得心智口坏呢 你看我厨房 这就没用的东西该冷冷了 我说该冷有多冷了 上一刀有又冷了 那当初什么时候还有一回 这有药的小伙 啥款呢 没啥 完了就是三个子个家 经常就是就怀孕了不回家 有怀孕完了 我们俩就不困 劈腿了 人家属于劈腿 那你这是什么状况 我这状况也是人家女方劈腿了 就是把我给劈了 我这是95年香港 95年97年离婚 我离婚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固定收入了 那时候没有固定收入了 就是因为女方在劈腿 就把我给劈了 这也就给劈掉了 好 年都多了 就老实刻吧 就没有感情 跟他说是一样的 没有没有 两人了解了解彼此的婚姻状况后 想了解了解彼此的兴趣爱好 这不李大哥喜欢唱歌 想给咱们何大姐高歌一曲 我爱祖国的蓝天 清空万里阳光灿烂 白云为我扑大刀 东风送我飞向前 你跟我比我没应该唱 你等这首歌可以都能唱一下 但我能唱我反我不行 那挺好 好